懷孕小徑灣二期7號樓的3203 就是複式單位 然後房產證是77幅 賣價錢是驚喜價75萬 生活很便利 交通很便利 又近沙灘 一萬元都不用 你覺得值不值 又複式 又走到沙灘這麼近 好嗎 買了 我愛的 我先給你 我先給你 我看你的 接著 我先給你 我先給你 看你 我先給你 做一個 小個 我先給你 塑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來到懷孕小徑灣二期7號樓3203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版面是複式單位 然後房產證是77幅,買價錢是驚喜價,75萬 今天就情深深,魚蒙蒙,加些微微細魚 不過Andy也是這樣的 遇到損盤的話,也要第一時間攝影給觀眾看看 這個景觀,如果是彩光,有太陽的時候 那時候的盤子會更漂亮,現在有點下雨 但完全擋不到我們的景觀 如果天氣不漂亮的時候,你這個景觀 Andy來說,給70多萬買這些單位的話 我覺得可以接受得到,而且這裡是懷孕小徑灣 為什麼這樣說呢?商業、交通和周圍的配套都已經很完善 我覺得可以接受得到 現在看著那裏就是我們商業街部分 還有再走右邊那裏是我們那個艾美酒店 閒時閒間那裏都要成千萬元才搞一點的 包括左手邊這裏就是帆高的海這個商業街 帆高的海的商業街的話 它依然是營業了很久 所以你說吃粥粉麵飯或者坐在哪裏都十分之方便 好,那我們現在看回我們露台先 因為現在二手樓就是現樓來的 那它需要交的稅費就是兩個點去搞定 就是按照我估計的話就是一萬五元左右 可以搞定所有稅費的 看看這個露台 因為露台的話它已經... 因為這裏是頂樓來的 頂樓但是飄高很高 這裏搭出玻璃去的話 就是一個落地玻璃窗來的 那你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拖出去有很多空間 那這裏旁邊一共有四火 兩梯四火的 好像旁邊這裏的玻璃窗再拖出去 那你這裏的陽台就不用淋雨 那我看看露台有多闊 這個闊度有兩米 長度大概有三米幾 大概有七到八個坊 這個露台 是吧 那我再看看 劇最喜歡的話 我覺得是這個 戴這個飄窗 因為它這樣顯得整個景觀 一個天然桂木 和彩光是很正的 那這裏是一個中空位 中空位的話 其實房間證 就是這裏一部份 上面部份 一共是七七方 但是你這樣推出來的話 可以用到的面積 差不多成八個坊 現在目前的戶型 就是一房一廳兩個 四手間 那這個客廳這裏 就是有一個四手間 不是一個客廳 那這裏是我們一個客廳 電視機 梳化 那這裏放在餐桌 餐桌應該是這裏 會方便些 這裏是雪櫃 那它現在已經有的裝修 那這裏的話 就是我們的廚房 好像這個 哇 還沒拆工過 這個電磁爐 還沒拆工過 那業主是 買回來到現在 都沒怎麼住過的 所以的話 你也可以感覺它 是比較新的一些 新的一些樓 那樣 馬桶 洗手盆 這裏是 洗澡房 洗澡房空間 一個人就OK的 沒問題的 乾濕分離 OK 那有個抽風機 這裏有個窗 是不是 即是不會說 通不了風 那樣 那就洗澡房 這裏就是一樓 這個佈局 那我們上去二樓看看 那它 給到你的 其實以前 它都是一個複式來的 頂樓 那它現在的複式呢 就整好這個 樓梯 那我們就直接上去 看看你怎麼蓋 如果是需要改造的 你就可以這樣搭出去 整成兩間房 沒問題的 因為這間房很大 那一個人住 就有些 尸扯的感覺 有些 很豪華 尸扯的感覺 那如果是 你整成 兩個 整成兩房 的話 就緊湊一點 緊湊一點 那我看回 這裏就是 我們二樓 這個 死手間 馬桶 這裏是 死手盆 空間都可以的 空間都可以 還有一個很大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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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風也有 通風也有 OK 這樣的話 通風也有 這裏是 這裏就是 走廊的通風口 這裏是 馬桶 衣櫃它是整好 這是發展商 交流的衣櫃 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戶型 就是發展商時的 加樓 加樓 加樓標準 那你到時候 要改一下它 或者是 改成兩房 都夠 因為這裏是 有一棵牆 剛好 拖下來 這個走廊位 這裏是 這裏是 一間房 這裏是 兩間房 看看自己需要 兩間房 使用 這個面積 778 75 這裏是 複式單位 複式單位 其實都很少有 第一個很稀缺 第二個二手樓 就是燕樓 對不對 有兩個死手間 這個戶型 是 小徑灣來說 一直給大家的印象 就是 生活很便利 交通很便利 又近沙灘 七棟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我片面圖 右下方 可能在最密端那裏 但是 這個價錢 價錢也是很划算 因為之前 好像我們拍攝 四旗那裏 那裏 那裏 兩房單位 基本上 都要賣到 萬三捨一方 這個單位 一萬元都不用 你覺得值不值 又複式 對不對 又走到沙灘 而且海景是有的 各位觀眾 海景是有的 小徑灣 其實就 給大家一種 是一個 鴨婆角海域 這個衛東 是一個 標桿的 樓宇產品 所以的話 就很值得 我們去 參考 一下 OK 這一輯 就複式單位 小徑灣 774 75萬 二手樓宇 就介紹這裏 好了 我們就介紹完 裡面的內籠 就是32037棟 左手邊這裏 其實都是一個 外國有人在這裏 住的 這一戶 其實這二手樓 就外國戶籍 都可以購買的 如果是港澳台的 這些戶籍 尤其是香港那邊 就可以按揭購買 三成首扶即可 可以看回 這裏還有一邊 這邊的環境 真是適合 忘記介紹 你買一套樓 除了看的景觀之外 還可以看一看 打開門之後 就很通風 這裏 這個村 就叫做曉陽村 曉陽村 也是拆千戶 經濟都特別OK 那我們 就一設到底 一起看 同時這裏 32樓 就是兩梯六火的 試鏡師已經拍了 兩梯六火 這樣的話 一勁到底 就順便下去 看看下面的環境 其實這裏 都給我一個感覺 就是說 其實是比較闊 比普通的 而且這裏 是有空調的 小徑灣 這裏 比其他海景房 比較高檔 這個二手樓 價錢又便宜 是不是 七十七方 七十五萬 一萬元都不到 而且 都可以叫全身微柱 看回那個 戶型的話 你需要不需要鬼造 而且海景 OK 小徑灣 來過的話 他始終會覺得 商業配套有很多 就像太興茶餐廳 M記 華園超市 福田 或者是福田 羅湖 車輛 巴士 市政巴士 全部都有 而且這裏屬於大亞灣 對不對 各方面的話 都是比較優秀 對比同品質的海景房 這裏就是我們大唐 大唐 大唐 哇 有少少下雨 各位觀眾 我們走少部分 因為待會要 跑出去 不是待會 林侵Andy 幾天又拍不到片 麻煩 看少少吧 好嗎 來來來 這裏就是 養一養 食器師 養一養外邊的外圍 給大家看看 外觀 劇的話 是比較Modern 時尚一點 International 國際化一點 內圓 空氣夠清新 還有綠直 OK 第三個的話 你看外面建造 還有我們大唐 它這些可視對港而下 跟我們剛剛七棟那裏一樣 可以見到 它的門鐘進去 還有密碼 還有人面識別 AI識別 全部都可以說 比較方便 右邊 右邊就是我們七棟 還有一個探頭 每一棟下面 有一個探頭 可以保證到 住戶的安全 這個就是我們 內圓的情況 我們接著 多走一兩棟 看看環境 沒有辦法 下雨都要頂硬上了 哈哈哈哈 做地產也是這樣 我們 勤力一點 像我所說 勤力一點 找多一點 客戶就會多一點 其實 這些影片 很實質 也是第一視角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的周圍環境 不用擔心 沒有人住 因為這裡有央企打造 有很多人住 那 這條影片 就分享到這裡 因為真的太大雨 再拍的話 可能 Andy又要去 琴把傘 和大家 雨中暗暴 好了 這套房子就是 環境小徑灣 二期 七七坡 七五馬 複式單位 有興趣的觀眾 你看Andy 好 拜拜